中文字就要到了 很多人會在這幾天開始拜拜 雖然沒有前夜情驚慨已經感到離禁 但是對夜情我們也不可以放鬆 所以何比頂宮收到後 有民眾在進行各項報道媒體的時候 一定要持續專輯奉業規定 民眾一定要掛好嘴巴 作合各領的方法 等於中文字 何比頂宮都會帶領一起主管 來到何比頂聯安東的百姓公司 進行報道結束 來安慰在英公崩千總聖母主的聖靈 在這頂宮所在聯安東進行報道以外 各領廟也都會基盤同樣的活動 希望可以在這個信長對於我的日記裡面 進一回勇敢主題的心意 讓好兄弟那些是祖先可以 好吃好喝和歡喜喜 並且不必須奉奉奉奉 一切平安 何比頂宮收主領畢書業比莫表示 雖然夜情已經感到急 但是經過各領媒體的報道的狀況 可以知道 國外夜情優惡期待在發展當中 傳統和帶領也一樣 因此民眾千萬五湯榜上 這兩年來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活動 包括公部門、市部門的活動 都禁止了 所以中原節即將到來 那我們也是希望我們的鄭民 在中原普渡的時候 也要注意相關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另外呢 因為防疫的問題 所以我們林安棠的部分 也沒有辦法開放 讓大家去經濟祭拜 那也請鄭民們多多的體諒 那雖然疫情有一點稍緩 也降到準二級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要遵照 即使打了疫苗 還是要遵照 這個防疫中心的一個指示 出門戴口罩 那保持社交距離 那用餐的時候呢 也必須做好隔板等等 這樣的一個措施 以避免再次造成 這個群聚 以及疫情擴散 雖然目前台灣民眾 新冠肺炎的業務 這麼多率 已經漸漸提升 但是民眾 要是要持續保持 良好的防疫奏儀 因為在防疫幾乎中 都表示 業務好像只是 港鐵感染防疫而已 做好防疫 更吃虧 掛水安 拼命滾足 才是最好的防疫方向 新中華新聞 日并洪和比 彩虹報道